Dans le berceau d'un vieux château Une promise vient d'arriver Une princesse tout détoné A qui l'on aime Chanté Hello大家好 我是婉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录一期 比较认真一点的购物分享 也不是说之前的购物分享不认真 因为之前录的比较多的 都是开箱的一个分享 然后录了两次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开箱的分享呢 效率比较低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一开箱拿出来 一件单品好像很敬业 但你在之后真正搭配的过程中 会发现好像这件单品 并没有刚拿出来的时候 那么的好看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想 给大家做一期shopping haul吧 就是我最近买到的 让我非常满意的单品这样 就不是简单的开箱分享了 而是一个夏日的购物分享 因为前一阵子打折记嘛 我真的是买了蛮多东西的 然后在最近也是有出去拍摄 大概三十次的样子 所以就也对这些单品 进行了一些重复的各种搭配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 我就发现有一些单品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搭 好穿这样 所以就想要分享来分享给大家 那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第一件想要分享的 是一件来自Saison的衬衫 它是一件黑色底的印花衬衫 然后大家可以看 其实这么看起来是稍微有一点点透的 因为现在阳光不好 但其实穿上变得不会很透 这件衬衫的质地是80%的 Viscos就是第一轮嘛 人造纤维 然后还有百分之20%的丝 但是它摸起来手感并不会特别的软滑 而是那种夏天有一点点粗纤维的感觉的手感 但穿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就是包括贴身穿都是挺舒服的 而且就我觉得它的剪裁真的很好看 包括肩膀的触底啊 然后袖子的宽松度啊 然后整体的长度 就搭短裤就很好看 然后因为它也是因为是黑色底嘛 所以我觉得它的印花是亚洲人都比较可以轻松驾驭的 就没有很夸张 然后也不会显土气 第二个单品想要推荐的是来自Other Stories的一条纽载裤 其实是两条 因为我买了两个颜色 但是因为这条我还没有 这个颜色我没有穿过 所以你看标签都还没拆 然后这个浅色我是已经穿过几次出门了 这样的一条纽载裤 然后它是前面有两个这样的兜兜设计也比较可爱 后面也是大一点的这种兜兜 比较可爱 然后它是高腰有一点点微蓝的设计 然后我自己就很喜欢它高腰的位置啊 然后它的颜色啊 包括它裤脚上有一点点膜边的设计 我都蛮喜欢的 来自买入试开的一条长裤 一条维根穿的长裤 然后这基本上我可以说虽然它并不是一件夏日专属的单品 因为毕竟维根穿虽然不是真皮 但是穿起来也还是 夏天穿起来也还是会稍微闷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简直是我最近买到的最喜欢的一件单品 因为它的型真的很好看 然后它是乳白色 然后一般乳白色的裤子呢 就特别特别难买 因为很容易就显得很胖啊 或者是显得很臃肿啊 或者就是整体的型不太好看 但这条是我买过的乳白色的裤子里面最好看的一条 就它是宽松的 但是就是不会给你臃肿和拖沓感 这一点就很难得 唯一的一个缺点可能就是它并不是一件特别夏日的单品 因为毕竟是Vegan leather是有一定不透气的缺点在的 但是我觉得也正是因为它是Vegan leather 所以它其实是一年四季year round都可以穿的 就包括你穿到秋天穿到冬天 然后搭配大衣什么的 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单品 这件单品应该大家已经在我的街拍里 看到过是一件来自Padbo的 Padbo一个巴西品牌的一个衬衫 是因为我今年就莫名很喜欢这种花的衬衫 我买了大概有三件 它的面料是摸起来很舒服很透气 然后带一点点亚麻质感的面料 但是比亚麻的好处是它并没有那么的容易重 因为夏天其实亚麻质料虽然很夏天然后也很透气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随便坐一坐啊 随便穿一穿就非常亮如宇宙 但这件就还好 然后它的那个印花我也很喜欢 就是很有热带夏日气息的 然后有很多的鸟啊 然后大大的树叶啊 而且我觉得这件印花也是很轻松就可以驾驭的 就不怎么挑人 因为它的颜色毕竟还是以绿色调白色调为主 所以就比较清晰 然后就不是那种很亮很有很亮的色彩 然后它有一点点 boyish 就我很喜欢那种男孩子气 然后一点都不叫做造作 这件短袖衬衫 其实这种短袖衬衫都是蛮有男孩子气的单品 但是今年夏天我觉得是不是都蛮流行的 然后包括尤其是带一点点复古味道的图案啊 或者比较特别的印花图案啊 就这种衬衫都还蛮流行的 然后这件我买的是R13 就是R23这个牌子的 然后R23这个牌子呢 本身就是出护甲裤比较多 然后出一些T啊 上衣啊 都是带有一点点的摇滚味道 这件呢我觉得就很酷 因为是动物纹嘛 其实动物纹的单品很多人也很怕 又觉得穿起来会很俗气 但这件就是因为它太男孩子气了 所以动物纹就反而显得很酷 然后很干净 但是它的质地是我没有特别喜欢的一点 因为它的质地偏硬一些 然后是有一点点厚实的补料 百分之百的cutton 百分之百的棉 然后棉质是稍微厚实一点的那种 所以它就穿起来的型呢 是比较挺阔的 但这件就是比较柔软 穿起来的型就很 就会有垂坠感 这件就不会 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偏爱有垂坠感的布料 但它挺阔的这种呢 反而就是比较酷一些吧 就比较有型 本身是动物纹 然后配了一个豹纹的口袋 就很特别 然后两个种不同的纹路搭在一起 你也完全不会觉得杂乱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红色袖标也很酷 就穿起来就是很拿孩子气 然后苦苦的 来自Averland的一件Polo衫 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我莫名的很喜欢 就不好意思 它有一点布料镜头上看不看得出来 有一点点皱皱的 因为我就本来是要洗的 然后把它从洗衣篮里拿出来 今天也是突发奇想来录制的视频 所以没有说提前做什么准备 所以刚刚是把它从那个洗衣篮里拿出来的 本来要进去洗的一件 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很有本真的学生气息 我也穿它出去拍照过 然后搭的是一条蓝色的牛仔半裤 就摆不戴那个到膝盖的长度的一条牛仔半裤 然后就出来了 当时觉得这个搭配好像有一点点 模式那么的实骂 但是出台照片反而我很喜欢 就很有一个很干净 然后很利落的一个上班或者是学生 都可以穿的一个感觉 看了一下质地写的是100%的 Organic Cotton 就是有机棉这样 然后我觉得它颜色也很特别 就虽然是黄色 但不是那种很亮的黄色 而是带一点点灰度 我刚刚拿到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有点担心 我怕它会不会有一点点显脏 但其实穿起来就还蛮青春的 就真的不会显脏 这才真的有一点皱不好意思 因为它真的是要洗了这一件 然后穿起来就是乖乖巧巧的感觉 因为很多的Polo衫 也是这两个 从去年夏天看起来就比较流行嘛 但很多流行的Polo衫呢 它都是oversize的 它肩会很宽然后比较垮的那种感觉 但这一件呢 它就是很乖乖巧巧的一件 就是很正乎的一件Polo衫 就反而让我比较喜欢 就穿起来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学生气息 或者是上班穿也很合适的 好啦 然后我们来推荐下一件单品 来推荐一条裙子 推荐一条裙子吧 然后这条裙子的质地是也是Visco 就人造纤维 但是它摸起来其实真的很像真丝 就很滑滑软软的感觉 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在 就不是那种特别薄的 所以质地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它是 我拿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真丝 然后后来一翻牌 这下发现其实不是 这边有这个scallop 就是这叫扇背状的一个设计 就很甜美可爱 然后它背后呢是细扣的 然后也有这个scallop的这个边缘设计 然后就穿起来 而且因为它是墨绿色嘛 然后墨绿色的长裙你知道 其实就很衬肤色 就是会把肤色衬得比较白 然后比较有气质的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它穿起来就真的就还蛮好看的 但是缺点就是有一点点容易皱 其实我上次出门拍摄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拍这条 但后来放在车上 然后其实就是把随意放在车上 然后跟一些衣服压在一起 然后就变得有点皱 然后后来就因为它太皱 就没有办法穿 但穿起来是很好看的 哎 天天 你怎么来了 打开了 你怎么打开门来了宝贝 妈妈在录视频呢宝贝 你怎么连裤子都不穿呀 我录着视频给大家闯着 你要来陪妈妈录视频吗 我刚穿好这件衣服它就传进来了 大家看一下这件绿色的裙子 这裙子好看吗宝贝 有一点点皱皱的 不好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镜头里能不能看到它的颜色 能不能看出来是那种深绿色 你至少你应该把裤子穿上再来入镜吧 走 走 还没谢谢吗 没有 真漂亮 这是在干嘛 怎么能这样跳呀 这样跳舞啊 就比如夏天我觉得就随便戴一个藏帽 然后穿一双白色凉鞋 再搭这个简单的小裙子就还蛮好看的 而且它穿起来也很舒服 就不会有负担感 而且走路也很飘逸 就是裙板会 就你知道滑滑凉凉的打在扫腿上的感觉 就觉得很好看 妈妈戴这个帽子好看吗 你怎么那么爱入镜啊 啊 不好意思 刚刚把海星送下去了 然后他送他下去去水果 然后他还要我拉着他的手下楼梯 然后就说妈妈陪我吃水果吧 然后我就过去陪他坐了一会儿 Anyway 我们衬 现在时间也不多了 所以我们赶紧把最后的单品介绍完 下一单单品 又是来自南洛士卡的一件衬衣 这件衬衣的颜色呢 带一点点黄调的裸色 一点点很淡的淡黄色 然后有一点珍珠光 这道是 我觉得是介于珍珠白 然后有一点点黄调的珍珠白的感觉 它的这个质地 我很特别是三醋酸 如果有看过过 很久之前的购物视频 我有讲过 我实际很喜欢三醋酸这种质地 因为它不是真丝 但它摸起来的质感啊 光泽度都非常非常像真丝 但它比真丝要好大 也很多 就它是可以激喜 然后不容易起皱的一种质地 所以我就非常喜欢 然后这件呢买到就是 它其实有一定的重量 就是它是很有垂坠感的 就不是说是单纯的夏日单品 而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一件单品 我觉得这一身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适用的场合也很多 就你可以上班穿 你可以配件西装 就可以穿你上班 就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也可以居家穿 就真的很放松 很随性的感觉 然后度假也很合适 或者出去逛街怎么样 所以就是怎么穿都合适 而且很干净 就算是很适合夏天的 白白净净的味道 它脸子有没有看到 是有一点尖尖的 就它是放松的轮廓 但是它脸子又有点酷感 所以就蛮时髦的 衣服的部分 我觉得今天就到 就先是这样吧 因为其实介绍的衣服也不多 但是因为都是我比较精选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分享 大家可以比较放心的入手 因为我觉得都是比较能够 大多数人穿都能够穿好看 而且是真的比较经典的单品 而且大部分也都在打折 所以就还蛮适合 夏日打折即入手的 我想说再介绍几双凉鞋 因为我今天买的凉鞋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一方面是因为身材没有完全恢复 然后你买衣服总会 就是要谨慎一些 但是买鞋子包包这些 就可以放心的带来入手 所以我今天买了很多双凉鞋 之前开箱也分享过一些 今天想要再多分享几双 我最近觉得很好看的凉鞋 大家刚刚看到我搭配 已穿过好多次的 by far的这双 透明鞋面 然后黑色粗跟的这样一双凉鞋 然后这双鞋 我其实买的时候 并没有觉得我会很喜欢 我只觉得它 透明鞋面的鞋子 因为我去年买过一双 非常非常非常好穿 然后很好看 所以我今年就想说那我要 今年要再多入手 有一两双透明鞋面的鞋 就看到这双黑色的白发 我觉得很有时髦感 就是它透明鞋面 然后纯黑色的鞋身 就很干净很简约 然后一看就是很百搭的那种鞋 而且因为它是破根嘛 所以穿起来也很舒服 第二双凉鞋 NAUS的白色细带小猫根凉鞋 然后我买这一双呢 是因为我之前去年买了一双 ZERO的白色细带凉鞋 然后非常非常好穿 就是很好搭 超百搭 基本上是我去年穿过凉鞋里面 最百搭的支衣吧 然后我穿过太多次了 已经穿的有点脏 然后加上那双鞋呢 鞋跟有点偏高 所以我今天夏天就想买一双 可以跟它就alternate 来搭配的一双 然后我就选了这双 夏天如果想要 只能有一双凉鞋的话 我就推荐要么是白色 要么就是透明的鞋面 因为真的很百搭 就是你夏天的小裙子啊 牛仔裤啊 短裤啊 穿起来都会好看 就它是脚趾这样 夹在这个袋子里这样的 然后跟其实 我觉得五厘米的样子吧 六厘米的样子 然后后面脚跟在这样一竖 其实穿起来就蛮稳的 但我觉得一定要选对马 因为是个马术 稍微大一点的话 这边可能就有点勾不住脚 所以我是买的四菱嘛 然后所以稍微大了一点点 我应该我觉得三九到四菱之间 可能比较合适 好啦第三双凉鞋 有一点不太一样 是一对花朵凉鞋 Styled的花朵凉鞋 然后 嗯 一点不好意思 因为鞋面上已经被我踩脏了 所以大家 请大家忽略 但凉鞋本身还是很漂亮的 翠绿色的 然后也是粗根 然后它的鞋面袋子是各种小花 然后上面有各种小花贴在上面 就非常可爱 然后它这个绿色我也很喜欢 我之前还买过这同款的粉色 但是后来把那双粉色退掉了 因为我觉得就后来买到这双绿色 我觉得就绿色比粉色更好看 我觉得它很有夏天活泼 青春可爱的就是味道 然后它的那个绿又很清脆 就很像青苹果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大家 嗯 夏天已经有足够多的基础款的凉鞋呢 其实就很 两根可以入手一对 稍微特别一点的 然后很可爱的 夏日七夕的 这样的一双凉鞋 好啦 今天的穿搭分享就是这样啦 就还是有一点点仓促 就很不好意思 但是没有办法 毕竟家里有小孩 然后自从那个 被咳 午睡醒来之后 其实就一直有它的哭声 也不是哭声 就是它的叫声 笑声在吵 所以就会有点 尴尬 然后包括海星也会一直进啊 然后你一直打断我 嗯 希望以后有机会 或者疫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可以出去录一些穿搭的视频 但是现在目前家里的情况 就条件毕竟有限 所以可能只能录一些 比较粗糙的穿搭 或者是购物分享的视频 嗯 就希望以后能录一些更坚持一点的视频 这样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 分享的单品没有很多 但是每一件都是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入手的 然后 嗯 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单品 那也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建议 就是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留言给我 告诉我 告诉我你今天最喜欢的单品是哪件 然后你觉得哪件单品其实不太适合我 或者是不太适合入手这样 嗯 那或者是之后如果有希望看到我出哪些 时尚方面的内容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都会看这样 所以谢谢大家 那下期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